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25号的TVBS哈新闻 又到新的一周了 哦 怎么这么有才华菜道 而且啊 据我们记者说 那个他当场去吃的时候超好吃 那个礼盒啊 也可以拿去送人 对不对 好 其实讲到礼盒 因为现在过年快到 很多人可能办年货 或是呢 想要送人那种伴手礼 可以买什么呢 现在要介绍给大家是 最时尚的年节礼盒 它就是有严选台湾各地的小吃以外 它的包装也非常的精美 先来看一看吧 虎年的脚步越来越近 要如何在家里营造出年节气氛呢 除了传统的虎年版式 现在还有充满艺文气息的年节版画 我们希望给消费者 其他一些公务选择 因为这个是限量的精品商品 而且这个年货 刚好符合了这个版画的一些喜气特色 所以我相信给民众应该会有很大的空间去做选择 送离自用两箱一个 还有这款限量商品 特别跟艺术家蔡国强合作 刚好她是世界知名的爆破艺术家 所以我们刚好设计了这个火柴 然后一天刚好一根365根 天天可以点燃大家的希望 过了那年的时候 家家会不会不能免俗 一定要贴上这样子充满吉祥画的春天 甚至你可以在家里的墙面上贴上这样子应景的海报 于是就业者推出了一本12张的海报特辑 里面有12款不同的虎年海报 让你期待家里 不管是客厅还是任何一个墙面 家里都会充满浓浓的年节气息 过年期间赶办年货 现在也不一定得到年货市场 跟大家有请人 我们精选了从北部一直到南部 各地方的小吃 还有一些名产 然后很特别的口味 然后来组装成这个民间的礼盒 业者推出号称最时尚的伴手礼 同时也不忘推广繁宝专面 同年去朋友家拜年 送一个虎娃娃是最应景之错了 不过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虎娃娃的脸看起来好像苦苦的 其实是业者要提醒大家 如果大自然再继续被人类这样破坏下去 有一天在我们生活周遭常见的动物 都即将面临到濒临绝种的危机了 从内部填充物到包装袋 都是以再生环保材质制作 民众采购年货的同时 也能兼顾到环保意识 虎娃娃的年节商品 充满浓浓人文气息 TVBS新闻 正位红黄千鱼 台北采访报导 有感觉不错耶 不过呢 在送人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